春节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 每到春节这一天呢 世界各国的政要政府部门 还有一些机构 就会向华人拜年 以前呢 都是把这一天 叫做中国新年的 后来呢 他们意识到 其实除了中国 还有不少的国家 特别是韩国越南 他们呢 也在过农历新年的 所以呢 就把这一天呢 就改叫做英历新年了 不然的话 就要像小土豆 加拿大总理一样 一天呢 同时发三个帖子 向华人呢 祝贺中国新年 向越南医祝贺越南新年 像韩医祝贺韩国新年 那多麻烦啊 但是呢 这种叫法 一开始就是有争议的 有一些人就说了 说中国的农历 它并不是纯粹的阴历 而是阴阳和历 所以你把农历新年 叫做阴历新年 是不准确的 那今年呢 要怎么叫农历新年 就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搞不好 就变成了反华辱华了 像今年大英博物馆 它发了一条推文 说邀请到了 韩国新罗乐团来演出 庆祝韩国新年 结果呢 这条推文就遭到了 中国王军的轰炸 逼得大英博物馆 不得不把它给删了 还有中国留学生 跑到大英博物馆的门口 去做所谓的科普 告诉游客说 没有韩国新年 只有中国新年 还有呢 迪斯尼度假区 也发了一条推文 说为了庆祝英历新年 欢迎人们来品尝美食 结果这条推文 也遭到了中国王军的轰炸 有人就说了 这从来就没有英历新年 几千年来 只有中国新年 加州政府呢 今年第一次 把英历新年 定为是法定节日 结果呢 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在前面 给加上了中国两个字 变成了加州政府 首次把中国农历新年 定为法定节日 还有中国留学生 看到他们学校发海报 说要庆祝英历新年 就把海报给干了 给土改成 是庆祝中国新年 还有中国留学生呢 不停的向他的老师 同学 外国朋友 发电子邮件 去解释 说没有英历新年 只有中国新年 甚至呢 有中国留学生扬言说 谁敢说英历新年 他就要暗杀谁 我呢 发了一条推文 说农历新年 或者呢 英历新年 其实呢 要比说中国新年 更恰当的 结果呢 我这条推文 也招到了 中国网军的轰炸 可见呢 要怎么称呼农历新年 我指的是英语 也要怎么称呼了 已经变成了 大外宣的一个任务了 严格的说农历 那的确呢 不是纯粹的阴历 它跟伊斯兰历 是不一样的 伊斯兰历呢 是纯粹的阴历 农历呢 是阴阳合历 既考虑到了 月向周期的变化 也考虑到了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 但是呢 农历跟公历相比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根据月向周期的变化 来定月份 公历 它是纯粹的阳历 它定的月 跟月向的变化呢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所以你跟纯粹的阳历 功历相比 那么农历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因为它有阴历的成分 那么把农历叫做阴历 也未尝不可 特别是在日常用语当中呢 是不需要那么严格的 其实中国的官方以前呢 是把农历叫做阴历的 那从民国的时候就是那样了 那民国早期呢 把公历 定为官方的历法 所谓的国历 那么中国传统的历法 就被叫做阴历了 那么现在中国官方是把传统的历法 那叫做农历了 但是呢 在民间还是有很多人 把农历叫做阴历的 所以中国人自己就把它叫阴历 你怎么能够去指责 说外国人把中国的历法叫做阴历呢 而且中国早就不把这个农历 正月初一叫做新年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国新年 这种说法的 以前呢 是把正月初一当成新年的第一天的时候 是把它叫做元旦 后来呢 在民国初年 更准确的说 是1914年 那个时候呢 袁世凯还在当大总统的 当时呢 就规定了 要采用功力 把功力的一月一号定为元旦 那么阴历的元旦呢 就改叫春节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 就沿用了 那这种叫法了 所以中国人早就不把 这个正月初一叫做新年 叫做元旦呢 改叫春节了 你怎么还要逼着外国人 继续把它叫做什么中国新年呢 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吗 不管叫不叫中国新年 没有人会否认农历 是起源于中国的 其他的采用农历的国家 韩国呀 越南呀 柬埔寨呀 蒙古啊 等等 他们呢 都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影响 才采用了农历 才也跟着过农历的新年的 再怎么叫也否认不了这个起源的 就像呢 世界通用的公立 它是起源于西方的 如果要追溯下去的话 那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把它叫公立 这不等于呢 就否认了 它是起源于古罗马的 反过来 如果因为农历是起源于中国的 就要把农历新年第一天 叫做中国新年 那么呢 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公立新年第一天 叫做罗马新年呢 农历不仅是来源于西方的 它还带一点宗教色彩 跟基督教呢 有一些关系的 公元一年是这么定的 那就是因为以前基督教认为说 那一年是耶稣诞生的一年 所以就从那一年开始算公元了 历史上有没有耶稣这个人 这个很值得怀疑的 即使真的有耶稣这个人 那么根据基督教圣经上面的说法 参照历史事件 我们呢 也可以判断 耶稣肯定不是生于公元一年 而是公元前四年 所以以前的基督教把耶稣诞生的那一年 定为公元一年是定错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这个公元祭典本来呢 就是想要跟耶稣的诞辰靠上去的 是带有宗教色彩的 那么难道我们因此呢 就要把功力叫做基督教力吗 那显然是不妥的 那但是呢 有一些基督教的传教士 就怕人们会忘了 功力的起源跟基督教 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所以呢 不要强调这一点 比如说今年是公元二零二三年 但是有一些传教士 说起来就叫做主后二零二三年 这个呢 就完全不顾那些不信基督教人的感受 他们听上去呢 实际上是很反感的 同样的 中国的小粉红 中国的网军 怕人们忘了 这个阴历 或者龙历 是中国的传统历法 非要强调 这个阴历 是中国历法 阴历新年 是中国新年 这个呢 也是完全不顾 那些还在过阴历新年的 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感受 他们这么做 觉得呢 是在阳王国威 其实呢 是显得非常的小心眼的 这个呢 跟文化自信 是没有关系的 号称是 要用文化自信 其实呢 反而显得非常的不自信 如果因此 如果因此去喊打喊杀 那是更让人反感的 加州 之所以 把阴历新年 定为法定的 节日 并不是说 要去讨好 中国 还有那些各国的政要 多样性的尊重 对不同的文化 显示出有更大的包容 这一点呢 是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